要问哪家综艺节目追回整活 那还得吃隔壁的日本综艺 今天整股导演请来了女团妹子参加挠洋洋大挑战 只要女团妹子能在健身器材上坚持100秒 就可以获得巨额奖品 而女团妹子在面对巨额奖品下 也是踊跃报名参赛 尤其是天羽妹子 更是号称自己是从未怕过挠洋洋 要求第一个参赛 当然导演组对于这种小要求肯定是满足 而且还打算给天羽妹子好好上一次 让她知道社会的险恶 现在就让咱们看看挑战是怎么回事 在伴随着裁判员的一声令下 挑战立刻开吐 而这时导演组也拿出了干扰道具 整股毛笔刷 现在就要看天羽妹子能坚持多久了 好家伙 这个工作人员有点不按套路出凯 连毛笔刷的使用方法都没整明白 就直接出手了 好在这个时候的天羽妹子 还能坚持住 在伴随着时间的流逝 天羽妹子慢慢没有力量了 总共坚持了40秒钟 还是败下阵来 这个时候的天羽妹子 还在嘴硬的说自己不怕呀 挑战失败的原因是自己手臂力气不足 如果有利息的话 最起码可以挑战300秒的时间 好了 今天的综艺节目就到这里了 咱们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